美股持續下跌 拖累台股今天開低走低跌破8900點大關 有分析師認為近期的大盤雖然不容易強攻 但個股還是有表現的機會 美股持續走弱 納斯達克指數還跌破4000點大關 使得台股也面臨回檔壓力 14號早盤開低走低 量能大幅縮減 分析師表示 雖然台股還在多頭走勢 不過國際盤是走跌 短時間內台股要繼續上攻恐怕不容易 國際盤的表現並不好 所以台股要這邊馬上去做一個攻擊的姿態也不太可能 大盤的回檔 它的量 成交量是萎縮的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多頭的一個姿態 如果說多頭的一個結構是呈現的話 它就會有各股表現 盤面上水泥類股走勢疲弱 加上股王大力光 股價重挫 都是盤面弱勢指標 不過相對的TPK 陳宏 宜嘉嘉年益等蘋果概念股 都有逆勢上漲的強勢豪表現 4月中下旬這一波修正之後 後面就會所謂的業績股接棒 可能第二季進入旺季的產業 或者是目前來講的話 有新的所謂的一個利基型的一個產業 它的一個短線上面來講 它會有比較大的一個空間 國際股市走跌 近來表現強勢的台股多少也面臨壓力 分析師建議此刻盡量選股不選市 瞄準業績好的個股 伺機發動攻勢 有點TV 羅正輝 陳約威 新北市報導